在今天带来的很多衣服当中 其实还有一些不同款式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 有这种比较短款的这一种 那比较短款的这一种 怎么搭配衣服呢 其实它也非常好搭 我发现这个西服都是黑色偏多 还是最帅气的这种东西 黑色就是给人感觉很帅气 而且就是永远不会出错 像里面可以搭其他的颜色 或者是同色系不同质地的 或者是不同色系的 就比较浅的衣服都可以 然后呢我最建议大家 穿这种短款的衣服的时候 底下可以搭一个 比较那种蓬蓬的那种短的裙子 就是好像那种摆折裙 但是感觉很蓬的 然后呢底下配一条黑丝袜 会显得你的腿很长 然后这个上面是收腰的效果 会显得你的上身很短 下身很长的效果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如果你也可以适量地 去搭配一些首饰 比如说像一些项链啊 或者是胸针之类的都可以 就不要显得那么单调 对 不要显得那么单调 因为它这件衣服本身 首先设计感就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我们不要 就是用太多的东西去装饰它 斯老师你还挺有心得 灵灵你有什么想法 我一开始买西装的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穿起来帅气一点啊 然后买一些中性的这种黑色的 我有起套黑的比较多 对 然后黑色的那种 然后后来上班以后发现穿黑的太多了 然后后来就换了个颜色 然后买一些艳色 但是老师我讲说就是我有一件衣服是黄色的西服 但是我除了配牛仔裤以外 我不会配别的 其实我觉得 就这个浅色的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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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 这一件 其实我觉得它颜色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我拿回来以后除了配载裤 然后以外 就觉得不知道该配其他的吧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对 这个我觉得挺韩版的一些 其实我觉得你既然今天能穿的这一身来 你就应该很大胆地把这个黄色的也配一个其他的 其实它可以配一些黑色的也是没有问题 配黑色的 是吧 对 配黑色的 因为首先我们从质地上来说 它是比较软 而且比较薄 另外它还有一些蕾丝的装饰 首先它是给人一种很柔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它混搭一些比较硬的材质 比如说就是比较硬一点的这种黑色的布料 像你刚才说的牛仔裤 它一直像个学生一样在听 对 牛仔 非常认真的 你搭牛仔很多 因为牛仔给人感觉粗犷和硬 配上这种很柔软的东西 它们质感上就有一定的反差搭配 也可以配一些黑色的东西 都可以 那我想请问别的女孩呢 就因为每个女孩的那个风格是不同的 对 所以每个女孩有什么不同的心得 思源呢 我今天看你穿的特别可爱 对 她今天穿的是这些 对 来 到我们中间 你平时有什么心得 我 就是全都是这样可爱的吗 有别的衣服吗 没有 也有黑色的 因为黑色属于经典 大家都是黑色 对 然后黑色很经典 今天穿的这件就是属于抖空款的 然后会有一些日系的元素 然后颜色也比较跳跃 今年会比较流行糖果色 那你今天有戴哪件衣服呢 有没有哪件 就是跟你现在身上的衣服 不太相同的 这一件衣色的 就是有点就是杰克逊的风格 就是那个 有点亮亮的 漂亮的那个元素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它也蛮好搭的 就是因为它比较好 因为白搭色嘛 对 还是比较素色的 还是素色 我觉得还是配黑色比较好看 对吧 配彩色就会很奇怪 白色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 这是短款的 对 它是其实不算特别短 就算是中款再偏短一点的 对 嗯嗯嗯 行 好 谢谢思源 好 雪老师您看 他们每个人好像 是像少那么一点点 对 更加阿美卡机的风格 对对对 就感觉还不够纯粹 还不够极致 对 那我们来愉悦地说吧 好 来 赵月 来 一号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先原地转个牵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诶 它今天呢搭配了一些 哪些单品呢 首先是牛仔的这个单品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它牛仔上面有一些 这种破洞的东西 也会给人感觉就是 就很随意 很粗犷的感觉 对 另外它还搭配了一些 就像这种颜色的 带有流苏的鞋子 对吧 然后就给人感觉 这个牛仔 这个牛仔的这种流苏的上衣 就是牛仔的这种流苏的上衣 然后还有包括很硬朗的这种金属 围头的这种的皮带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还欠缺点什么 就感觉还是有点软 不够硬 对 那么欠缺什么呢 所以呢 我想想 我今天从现场 那我给它来搭配一下 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搭配 好 先转大改造 其实我觉得它搭配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就缺一点点东西 来 你把这个马甲穿上试试看 好像立马不一样了 对 因为它的整个下半身呢 感觉是比较粗犷 然后比较硬朗 那上半身呢 就是感觉弱了一点 有点柔弱 所以配了这个马甲之后呢 会使它的肩膀这边 看起来更有气息一点 就是像你说的那个 我对不起 我记不住那个词 就是它的风格就更加纯粹一些 另外加一些这个有设计感的 你看包括它这个布料 是上面有一条纹的 就好像我们那个 就有一些西服里面 会用到这种衣服 然后包括配合里面这个流苏的衣服 整个看起来就更加的帅气一些 对 没错 就更加中性一点 尤其它这个就是类似于尖章的这块小细节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对 那么我觉得好像搭配完了之后 又阿米卡基的同时又不失时尚的风格 整个人马上就帅气起来了 没错 而且特别的有个性 来 给我们走个台步吧 来 好 找得好潇洒哦 好有自信 来 谢谢悦悦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第二位 张倩 谢谢 好 她今天穿的是一条 也是牛仔 但是感觉像是水洗过的那个颜色 就是改良过的一个短裤 然后上针搭配了一些 真的她很胆大 穿着有蕾丝的 对 这么粗犷的东西 配这么这种 柔美的 柔美的东西 碰撞在一起 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对 我觉得她特别好 就是她的手镯 她上面的某钉和她的腰带 我觉得特别和谐 对 有很庞克的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牛仔白 一定要很有粗犷的这些金属的东西在 才会有她的那个粗犷的感觉在 对 因为牛仔很粗犷 所以我特地就 配了带点蕾丝的 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 对 那说明可能她的下 对 而且说明她的内装 可能还是比较柔美的那种 对 那其实呢 我觉得她今天搭配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总觉得美中不足 还缺少点什么 对 我觉得柔美太多了 硬朗不足 所以看我今天呢 给她挑选些什么东西呢 哎 我这边有一个 啊 刘苏 刘苏的狼脸 因为我觉得她今天整个 就是说黑 白 黑 然后总觉得上身好像要 有一点亮色 让她整个亮起起来 因为其实我们想那个牛仔的 整个人呢 也是要比较亮起来的 配上这个大王眼的 这个带流苏的东西呢 哎 是不是觉得整个更完整了 对 我觉得这样就真的是更加Cowgirl了 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首先她这家 上下两件衣服是分开的 就是分体式的 那通过一个这样的 镂空的就是编织的 有这种流苏的马甲 那是她所有的衣服 整体连接在一起 就非常的和谐 就感觉好像有一个过渡似的 对 这样的就是 就是实际上 然后又体现出 有牛仔的感觉 非常的好 那也希望你 接下来呢 给我们展示更好的 好 来 给我们走一个台步吧 我觉得她真的是 那一大很甜美的那种人 而且发现没有 她的衬衫还 这样露在一边 对啊 然后再展示 不经意的还展示一点小性感 没错 好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的二号张 三号张欠 哇 两个张欠 对 她今天穿的里面是美国国旗 真的 我才知道 对 这是一个 比基尼 对啊 我觉得 她这个美国国旗的这个比基尼 是毛线质地的 给人感觉很粗犷 然后但是我觉得 她今天这身呢 搭配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怎么感觉小了什么 对 我也觉得 小什么呢 小什么呢 缺点什么 不想啊 但是缺在哪呢 你看咱们俩都戴了点帽子 我觉得给她配点帽子怎么样 哎 不错 我挺喜欢那个帽子的 来 试试 那我来试一下 哪个颜色 淺色 来看一下颜色 淺色的好 对 因为她整个的颜色 今天穿的是比较亮丽的颜色 所以我给她搭配一个 哎 马上 不一样了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帽子的 因为我个人本人是不太敢戴帽子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戴帽子不太好看 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帽子搭配起来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使你整个人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更完整 而且那个气势完全就是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好像人整个紧拔了一下 对 是吗 然后我记得好像那个蔡依林的那个 看我72店里面的MV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造型 对 想象了 对 她是戴的这个帽子 然后上面 而且它上面最好的是里面有这个美国国旗的比基尼 然后还露出了视野线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比较鲜艳 对 非常的 就给人感觉很西部 然后又色彩又很亮丽 很有粗犷的线条和皮质的东西在里面 真的是混搭的非常好 好 谢谢 那介不介意倩倩把外套脱掉 给我们大家秀一下你里面这个非常作别的 这种美国国旗的比基尼设计 我觉得她拖掉这个以后整个人都亮起来了 对 还不好意思了 其实我觉得你还有一种穿法这样随意的绑一下 比较适合沙滩那种环境可能 我觉得更适合的是沙漠 对 沙漠 沙漠太热了 沙漠太热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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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保持这个造型 真的非常赞 哇 沙漠老师太厉害了 看了三个美女了 我要卖个小关子 也不是卖个小关子了 沙漠老师你帮我浇拌浇拌呗 你觉得我今天够牛吗 我要够宰吗 我觉得你今天整个感觉稍微偏日系了一点点 我也觉得是 对 就是好像除了你鞋上的这些毛钉以外 总觉得感觉好像缺少一些硬朗的东西 但是我就不知道少了什么 所以我在家挑衣服的时候 我也是跟那儿犹豫了半天 你说我穿什么呢 穿什么呢 觉得好像该戴的饰品已经都戴上了 对啊 觉得也没有什么地方可 来 我来帮你 这个好了 我来给你挑一个马甲好了 马甲 对 上面有很多金属的亮片 然后呢 会增加你整个的这种硬朗的感觉 来套上看看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整个颜色穿的都比较的浅 会给人感觉飘飘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重色的 搭上去会压一下 会觉得你整个感觉更酷一点 好吧 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别一个 对 真的像这种小马甲女生 其实它不仅是搭配今天我们所说的牛仔风格的 平常那些衣服也是都可以搭的 而且就是觉得上面有很多的亮片 增加了它的这种金属感 然后它的厚重的感觉 整个感觉 颜色深的也压住了你整个 刚才感觉就是整个上半身就是飘着的 对 因为刚才我的鞋子颜色会比较深 然后上半身颜色又太浅 而且你头发又是比较浅的颜色 帽子也浅 就感觉除了下半身是比较沉 上半身就飘飘然的 就觉得这个人是飘着的 所以有一个重色给压一下 然后马上整个就变得非常的协调 而且更加的帅气 太牛了 我也要走个台屋秀一下 那你穿毛衣的时候会起静电呢 玄瑄 毛衣 对 就是你为了防止它穿 就起静电有什么好的方法 你的毛衣不会起静电吗 对啊 你怎么那么惊讶的表情 就看来你是绝缘体 你是橡胶人生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也不清楚 那别的女嘉宾知道吗 我觉得毛衣 要让她不起静电的话 一定要在洗的方面下功夫 然后一定要用那个金仿吧 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们洗完衣服以后 那种衣物油顺剂 就可以防止它起静电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也不然 就算你的衣物油顺剂用的再多 但有的时候 因为北方的秋季实在是太干燥了 特别干燥 对 对 然后呢 其实我有个好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听说的 因为我也是不太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怕这个毛衣 穿毛衣的时候起静电的时候 在穿毛衣之前先拍墙 拍墙 当然不是让你去撞墙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人体肯定是本身 存在一些的垫对吧 然后呢毛衣身上也存在一些垫 如果这些垫相撞击在一起 就会出现静电 首先我们知道 比如说平常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 秋冬季 如果你们家的把手 是那个金属的话 有的时候你可能一碰它 还没碰到 或者是你在开那个 会垫掉是不是 对 就是上车之前 就是那个车门 还要没碰到之前 就会被垫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先把手放在墙上 不一定要拍它 就大概去浮一下 这样可以使你身体里的垫呢 就是导入到那个墙里面去 这样使你的身上的垫变少 这样呢就不会再穿衣服之后 哔哩巴啦哔哩巴啦的了 我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因为有时候在外面没有搬 就是比如说在出租车上什么的 没有墙怎么办 我们身体里 就是我身体里 我们包里的会随身带一个小身体乳嘛 或者是手霜什么的 对 然后呢 挤出来一点点 然后就是揉匀 然后在衣服上 这样 就马上就会也不会太起进垫 对 其实它的道理就是因为 就是起进垫的原因就是太干道了 是 如果它要是有这种油 或者是比较湿润的情况 那就会太好 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啊 就是我觉得我怕起进垫 然后我就在家把那个加湿器打开 然后我就穿之前 我就站那个加湿器前面 就好像那个 有用吗 就好像神仙来了一样 同龄嫁物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然后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在一些药妆店可以买到 像发胶一样那样一罐一罐的 然后你在穿衣服之前可以喷 但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 它也不是水 就它很快会挥发掉 然后如果你就觉得你 比如说我们会有的时候 包括其实不仅是毛衣了 就有一些 比如说化仙的产品的一些衣服 会很吸在腿上就不好看 那我们也可以在那个裙子里面喷一层 或者在毛衣上喷一层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因为他刚才说拿金房去洗完衣服去泡 也是很好的方法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你在选择这个毛衣的时候 要尽量选择这种纯羊毛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纯的动物毛 它是很少起静电的 是因为它里面参加了一些化仙的成分 比如说什么迪伦啊 有什么化仙的成分 就 它就很容易起静电 因为它是化学物质 对 而且穿的对我们身体还不好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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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